广东核园被誉为中华恐龙之乡 在核园出土的恐龙蛋化石种类丰富 多达十几种 蛋的形状也是千姿百态 有长条形 椭圆形 圆形等 规格从1.5厘米至19厘米不等 据核园恐龙博物馆介绍 截至目前该管管藏的恐龙蛋化石数量已超过2万枚 管藏量位居世界之首 我们这个管就在2010年开管 之前就是2008年的时候 就以108枚的时候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但是到今天2022年过去了十多年 我们就以2025枚 多了1万多枚的恐龙蛋 近日记者走进合园恐龙博物馆内的中国古动物馆恐龙蛋馆修复工厂 工作人员正拿着枣子和钢针层层剥离红色泥土 仔细清理这数千万年前的历史遗迹 一锤一枣 一剥一扫 在修复师精细的绣花功夫的调教下 一颗颗恐龙蛋化时逐渐显现出原本的形态 那个挖掘点搬运回来以后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风干 风干大概的时间呢 也就是说最短都要三四天嘛 然后风干以后呢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初步 就是说整理 就是整体的一个整理 一个造型 然后就是说初修 你就像现在一样 我们就开始刚回来的时候 是看到一两个的 那么经过我们大概一个初修呢 你就看到了 我们现在表露出来的一个恐龙蛋了 功龙18年的黄华乐介绍 修复师们已经在积淀轰鸣声 和敲打声的陪伴下 度过了无数个日夜 修复工作要耐得住寂寞 有时甚至要花上两三年的时间 才能让一窝恐龙蛋化时 焕发新的升级 我们这个工时呢 比较粗糙的话 就三四个月半年 我们要详细的话 可能起码就半年以上 这个时间是要看我们去 要把它修得完美的话 时间越来越长 不管是发质和文物都好 越修得越好 发费的时间越长 据介绍 核园的恐龙蛋化石数量庞大 修复难度高 耗费时间长 修复师们争分夺秒 做恐龙蛋化石的挖掘者和守护人 随着鉴定拼接工作的推进 核园恐龙蛋化石博物馆 还新发现一种恐龙蛋化石属种 网纹复长形蛋 它的质地 威膜和水晶体等与目前馆藏的本土恐龙蛋相同 非常珍贵稀有 网纹形蛋 那个蛋是民工发现 中科院的黄强博士去把它切片分析 切片分析出来 只有浙江跟核园有 就是一种新属种 现在还达不到说前面去研究的东西条件 因为等以后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每个恐龙蛋都扫描一遍 切片分析它的地层 通过多学科的去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黄智青表示 如今在核远 关于恐龙蛋化石的保护与研究工作 也一直在持续着 未来 在修复师们灵巧的双手下 也会展现出更多令人称奇的白恶遗迹 我们的设想是 把世界有恐龙蛋的地方都去一遍 把有恐龙蛋的地方都找来标本 让这里真正意义上的成为恐龙蛋馆 对世界开放 感谢观看